就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質詢原住民保留地禁罰補償 及造林回饋條例草案的同時 多數原住民及立委說 提高獎勵金之外 就有非原住民及立委說 禁罰補償範圍及水區保護林帶 只有一百五十公尺 認為太小 不讓族人去砍伐 沒有補償 沒有獎勵 這樣根本也說不過去 希望能夠全面禁罰 全面補償 根據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 實施要點當中 一百五十公尺範圍 指水庫滿水位及河川行水區域 邊線的水平距離禁罰 但是面對立委提出質疑 認為根本就沒站在原住民族人的立場 設的條例 強烈要求修正 農委會表示會再做評估 我想在禁罰的範圍的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考慮到對於水土保持 以及國土保安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當然是擴大禁罰的部分 那當然一擴大禁罰 我們就必須按照這個條例 通過之後的方式 我們來補償給原住民的朋友們 最後決議出審通過 交給朝野黨團來做協商 記者 安苡格宣傳保號 立法院採訪報導